批示将工作表转存成工作簿 要特别注意 这个Copy后面没东西 就是新的工作簿 然后这边有提到Safe-S 跟Safe-Copy-S 其实结果好像都一模一样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一下 刚刚是这样 如果把它改成Copy 这边把它改成Copy 多一个Copy Safe-Copy-S的话 其实你把它执行 基本上好像也 结果好像也会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的细节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先存一个进去 它回页部一回页部还在 最后关掉是就把它没有存档而已 还是一样 只是结果还是一样 你会想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如果你用Safe-Copy-S 它里面你就只能存Excel的档案格式 比如说它原来是Excel 你就只能存Excel 但是如果Safe-S 它还多一个 你按F1 你在Safe-S上面按F1的话 它会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般的应用 叫File Format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转存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要转成成CSV 或者转成什么其他的格式 那这些格式有哪一些 你可以按F1 然后找到第一个参数一定是File Name 它的档名 然后File Format是哪一种格式 你怎么知道可以存哪些格式 其实旁边的话有一个说明 其中有一个超连结 其实最关键就是这个超连结 这个超连结里面就告诉你 它可以存哪些档案格式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假如说你要怎么样 就是转档 比如说你不是Excel 你要转成文字档 转成CSV 转成XML 转成什么 DBF应该比较少人用 如果假设你要按这边按下去 这些超连结 File Format超连结点进来 它会跟你讲说 你可以转成什么格式 那其中当然 你可以在Add In 你这好像是正义起来 这不用管 CSV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给这个参数 逗点 后面给XML CSV 然后当然CSV又多一堆 它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TES 文字档 有没有 点TST的 点DBF的 然后还有这些 不过有些这个可能比较少用到 这Binary 这个比较少 另外如果说你要存什么 存前几代的 比如说你要存成 像比如说你的版本比较新 但是你公司不见得每个电脑都是最新的 如果你假如你存 每次都要给别人 那要另存一堆 对不对 那你干脆用P式 用Save As 就才可以 Save Copy As不行 那你可以转存哪一种格式 它这边会写2.0 你不过2.0太旧了 大概就这一个 应该是97到2003这一个 那你就是转存XLS 8这个格式 那这样的话 它副档名就是XLS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降版本的话 给每一个电脑都适用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不需要说一个个慢慢存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 后面还有XLS 比如说你哪一种XLS 这边也有 或者甚至你可以转给什么 像Open Open Office 像现在有那种 自由软体不用钱的 像公家机关 现在政府也没什么钱 所以也不想买 所以怎么样 变成很麻烦 你要给人家 你要资料交换又要存来存去 那你批示转档一下 给它 它也可以开 其他还有像什么有聚齐的 没聚齐的等等的 TST 一堆的 这些我想还有什么Rotus C23都有 但比较还有XML 有没有 如果你要转XML 这边也有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转存 CSV等等的格式 你可以从 假设我今天要转存的是 比较常用的CSV 那你就是把这个前面的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做点 然后贴上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File Format的粗体字 表示说你要给 你就给刚刚那个东西 这样的话就CSV 所以我把这些砍掉 如果你是save call vs 就不行 那save as 才可以 OK 这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执行一下 闪闪闪 那如果你要不要闪 你记得怎么做吧 Application 点什么 Screen Updating 等于FORCE 那它就不闪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全部变成什么 CSV 这个 CSV 另外还有个什么 这边的话 副档名 你要改成什么 CSV 不然的话 它全部变成 我会请问 怎么会 所以你点CSV 这个地方可能要自己改一下 就把副档名 自己要改一下 不然的话 虽然它看起来是 Excel的格式 可是它里面其实是存的是 CSV OK 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 闪一下 13个 这个时候的话 就CSV了 怎么还是Excel Save as CSV 副档名 不过这个副档名可能要 Excel 可能它是用Excel开吧 所以这边的话 类型 对了 它是豆点分隔 是CSV才对 只是说因为这边我们的设定 好像没有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 那个功能 那个打开 我们的好像选项里面 可以把什么 检视里面 可以把那个 叫做 副档名打勾 隐藏 隐私的副档名 这个 是把那个 这边 要不要显示副档名 有没有 把它隐藏 把它套用一下 看一下 CSV出现了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那个副档名 你可以在选项里面找 把那个 显示里面 向下拉 倒数 大概第2个吧 这边打勾取消 那它就出现了 CSV 其他的话 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TST XML 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招 除了说可以转存成 Excel的格式之外 也可以让你做批示转档的动作 就是说你直接在save上面按F1 跳出来 Shit下面会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File Format 里面的这一个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里面可以做的 转档都在这里 不过这里是没有用到没有就是讲到PDF PDF的话 那他不是用这个save的方法 他又用另外方法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 第一个我们顺便延伸出去就是 转档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把它那转出去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把它快速删除 那我们刚刚都是选取Delete 那假如说我不要每次都还要在 选取Delete 因为我必须还要再找到资料夹 然后再把它删掉 其实也颇麻烦的 所以 其实写程式就是让你可以更 更什么更惬意的工作 就是你不需要 每次要做很多动作才可以把事情做完 所以串在一起按下去 就全部搞定 那所以你需要学会什么 如何删除档案 那我们来试一下 Demo 删除 不对 这个我的副档名 这个CSV 这边干脆 信号点信号 把里面东西全部删掉 OK 全部 光光了 OK 不过特别注意 你那个 这个PACE你不要改成什么 C冒号 斜线Windows 或者斜线Windows里面的系统删核 如果你Windows或者系统删核 意思说里面 那他可能删完之后 他电脑就开不了机了 对不对 所以特别之后 目录 名称你不能乱杀 所以其实聚集 这个其实以前有聚集病毒 就是有这种风险 因为他可以 去删某一些档案 尤其是如果是有系统 一定会用到档案被你删掉的话 那那台电脑就开不了机了 所以如果你要你对你哪个同事 不满意 你可以 写写 写 这个 避免了 OK 好 那特别注意 里面的关键就是Key Key的方法 然后跟他讲哪一个档案 所以如果刚刚我们这些 假设我今天要 就是把那个档案删掉的话 基本上 我现在就重新产生 我可以在那个 城市里面的执行叫Key Key后面就是跟他讲哪一个目录 的哪一个档案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在练习的话 检释 即时运算式窗里面 你可以打一个Key 后面告诉他一个目录 加一个档案 所以基本上这个目录就是 这个的目录底下 就是第1个告他目录名称 斜线 后面就是告诉他是什么哪一个班 哪一个班的哪一个副档名 档名跟副档名都要 所以 加在这里 OK 这样的话 他就帮我把这个档给Key掉 所以如果把他执行Key Enter 已班不见了 再来丁班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一个个Key完成呢 如果有个清单 其实也OK啦 比如说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什么 清单嘛 那你for i 等于 这个然后你就把那个名称丢到那个 后面我们 刚刚要Key的这个 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有没有变数吗 也是OK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假如 你这里面的 名称你不确定的话 那怎么办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没有清单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叫DIR DIR OK 第一 就是要DIR DIR意思是把目录里面的所有 档案帮我列出来 OK 那这个道理一样 就是说呢 DIR 刮户里面呢 你第一次要给他什么目录名称 哪个目录 然后呢 什么样的档名 你给他 他会帮你去找找看 有没有 假设是点CSV 他就只找 如果你不知道找什么 就是信号 点信号 前面这个信号是什么 什么档名 不知道 就全部 点信后面这个是哪一个 副档名 OK 他就帮你找 找到之后的话 会回来告诉你 但是呢 问题这边可能比较难一点 就是说 他 第一次会 找一个 然后下一次 下一次就不用再跟他讲 就直接DIR 小刮户 就帮你找下一个 下一个 如果找不到了 比如说找到第13个 第14个呢 没有了 没有他就传什么 传空的给你 就是没有了 那你就怎样 就跳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把这个回圈写出来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用for回圈了 你可能就要用 Do while回圈 Do while Do while 后面就放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当 什么呢 True的时候进到里面 Kill True就是有找到 那如果没有找到 就是说 他已经是没有了 那我就离开了 我就不要再伤了 那所以写法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大家写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基本上 我们就是第1个 删除档案 先给他一个路径 Paste 有没有 就刚刚那个Paste 所以把这个Paste 把它复制 贴到sPaste 这边 然后呢 再来什么 sFile就是 DIR 后面的话 跟他讲说 DIR 这个DIR实际上也是VBA里面的一个方法 点DIR 当然你不打没关系 瓜虎 第一次 特别是 第一次的时候跟他讲说 我的路径 在那个sPaste里面 你帮我找找看 然后呢 空一格AND 那跟他讲说 里面的所有的档案 所以所有的档案的话 就串一个 所有点 所有 然后呢 跟他讲说 你帮我找找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特别注意 我这边现在sPaste 后面呢 没有一个后面这个 所以记得 我记得这边好像要多一个这个 这个符号一定要有 如果这个符号没有的话 他会变成说 他就找 他就不是去目录里面找 而是目录的外面找 OK 那这样 可能就会出错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 城市这边我有写 一样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判断 Do file 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第一次有找里面 假如说有找到的话 他会先抓里面的第1个档 第1个档通常是笔画最少 你可能把那个乙班先 不过乙班被我看 那是钉班 把钉班抓过来 那你要怎么样 那你要什么都坏哦 就是你要删除的话 当什么 当那个找到档案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意思说 如果你有找到档案的话 那你就帮我删掉 删完之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特别是要 如果下一个 第1个一定要 给他完整路径 可是下一个就不用了 下一个因为都一样 同样的路径 同样的档名 你帮我再找下一个 你就直接DIR 小刮胡 然后loop的话就下一个 然后就找第2个第3个第4个 一直删跟他 那最后的话 删到没有之后的话 他已经等于空的 那如果等于空的话 那就跳里回圈了 所以等于空的话就等于他 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 不会不为处的话 那就离开了 所以这边执行 全部删光光 一下子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 只是说这个地方 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刚刚主要两点 1 Safe as 按F1 然后可以另存成其他格式 2的话就删除档案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也先 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就是说 后面还有就是 已经把它转出去了 然后并且学会 怎么删除档案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比较重要是配合一个 Do file的回圈 因为这里的话如果用 Fore回圈没办法做到 因为Fore回圈的话 他必须 最后那一个 到底有几个档 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有几个档案 假设啦 前提是不知道几个档 所以这里的话呢 目前 只能用 Do file回圈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是 再来看就是说做 有分 有三档 然后最后把它合并起来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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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